花级一块竟然在东北早市吃到了满汉全席 来 小黄黄来 来 汉谁要来 来 三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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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白骨这点 东北这个酸菜是真的好吃 哈喽朋友们 来东北你哪都可以不去 但是必须要来逛的就是这个东北的早市 听说这有很多南方见不着的特色 和价格街道嘎嘎离谱的美食 今天咱们就来挑战一下花骨50块钱 可以在东北早市吃到多爽 这早市可热闹了 但是你很难想象 这现在是在6月 6月份 大家都穿着后外套 鸡蛋蛋条奶 巧克力油肠 对 那这多少钱啊 8块一斤 四块菜 四块菜 好 酸奶牛连的麻花 嗯 鸡蛋肉粿 这多少钱一个啊 200钱一个 200钱 这来给你比我多多大大一条 太完美了 有意思 这一个是半斤 嗯 好像是半斤好 好棒 嘎嘎酥 四块一份的巨厚的鸡蛋肉粿 这蛋堡还冒热气啊 巨厚一层肉 好吃 这是真的香啊 一大早可能又有肉又有蛋了 我这种各式各样的水果 看粘豆包 东北赤色 红云豆 豆馅的 吃点糖 一碗就好了 来几个老爹 两元 这个蒜汁有馅 那个玫瑶也有馅 酸菜馅的大包子 嗯 我们这个东西好香啊 酸菜味很濃 东北的这个酸菜是真的好吃 一口带走啊 瑟瑟的粘豆包 嗯 糯糯的甜甜的 今天还是这个红柳香 嗯 豆丸也好吃 好吃啊 这个粘豆包好像出了东北之后 今天吃不到 现在在东北这两天抓你多吃一点 这什么蛋啊 那么大 鹅蛋呗 孩子 嗯 这大 拿几个吧 不要 这多少钱一个呀 一块钱 变尖的 好香啊 这红柳香怎么卖的呀 十块钱一个人 来一个吧 这哈尔滨特色吗 对 哈尔滨特色 来 三把十块 三把十块 来 这什么花啊 少要 这个下午明天就开 这老肠一对 就排这个油炸糕 后面还有一家油炸糕 到底哪一家是真的 这油炸糕是多少钱啊 一块八一个 排骨还有吗 排骨有 来一个排骨 排骨馅的 这个是肝肠馅的 多少钱这两个 六块钱 帅哥就喝枪铃蛋鱼 还有羊汤吗 羊汤十块十五的 十块这些 烧麦来一天 东北倒是太好逛了 就随手买的东西接着就吃了 看着羊汤汤分量还挺多的 这大蟹兵我就不客气了 有手拿着吃了 嗯 贵了 现在我都有这种感觉 越吃越饿 哇 这大肉吃了 哇 这一口羊汤一下火过来了 这个我看是好多人排队的大包子 哦 这肉馅 嗯 好吃 酱肉包 这大包子都是透着油的啊 哇 再来看一下这个 排骨肉包 嗯 加东北做这个包子面食之类的啊 真的有一套 好吃 这排骨的比那个酱肉要好吃多了 嗯 这真香啊 我是发现了啊 这东北的早吃啊 不仅好吃而且还非常实惠 好骨肠 大鲤鱼鱼鱼鱼真的一绝 到了我们最关心的这个 以及油炸糕部分了 而闻得真的很香 有一股淡淡的玫瑰花香气 哇 肥骨鱼鱼鱼鱼是吧 虽然是油炸糕啊 但是感觉不咋腻呢 嗯 好吃啊 这东西可以 各不都弄过来的盘子 小巧玲珑的烧麦 这也是上午吃的过瘾了 那我是今晚把这条早吃 从头到尾 挨个特色吃一遍的 但是呢 这次来稍微有点晚 九点早吃就完美了 感觉还有很多特色没有去吃上 还是有一点点可惜的啊 不过这顿吃的是真值 真的吃到了好多特色美食 你们来东北的话啊 一定也要来逛一下早吃